我觉得也是我们通过在就是相互的一起交流探讨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就是可以让大家自己可以去亲自的看一些作品 然后真的去思考它里面做的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细节 慢慢的看大家好像有一些感觉了 那我们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这个我把网页给发给大家 网页上面有一个描述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描述写的是什么 图片的话我刚刚发到群里了 嗯好 那可能网页打开的比较慢 那我就把我这边是打开了的 然后我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网页它前面 它就是前面有一段文字的描述 然后我把这个文字的描述大概给大家就是翻译一下 它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新闻就是写的还是 一开始写的还是好像挺有吸引力的 就是说 就是说在这个韩国的话 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要讲这个Congratulations 然后呢 他说 他说 因为在这个韩国呢 它的宽带的速度是要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快的 然后它的 在亚洲的话呢 它的移动端的速度是可以比任何其他的地方 亚洲其他的地方都要快的 然后接下来第二段呢 他讲的是 就这是一个引 一段 最开始一段是先是引述啊 然后第二段他就开始讲了一下 这个全球的平均的宽带速度 现在是6.1兆 1兆币 然后 在手机上可能是可以达到11.8兆币 而且他还给了一个数据的来源 然后呢 接着呢 他又说 在韩国的话 人们享受的是 可以达到一个 27兆币的这样子的一个 在手机上可以达到11.1兆币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讲了一下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接着呢 他就是给了一下下面的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说的是亚洲网络的速度 他把这个亚洲网络的速度给用了 用一个这个信息图来展现出来了 而且是极明确说了 是在16年中旬的时候 16年中 做出来的这个图 好 那大家打不开的话 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图片 就是我在链接之前已经分享了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应该是可以打得开的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 我们再花个 这个图片好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大概花个6分钟左右 我们花个6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这个图片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信息图 然后同样是 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或者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你自己来做这个主题的话 就是你自己想要看一下这个亚洲的 嗯 做一个这个信息图来表示 亚洲它的互联网 网络的速度的话 你会采取哪什么样的图形来表示 就之前我们说过bar chart 说过tichart 然后你觉得自己会用什么东西来 来描述一下 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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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不准清晰网页版的话会清楚很多 网页版的话可能会清楚很多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是时间关系 可以先稍微的讨论一下 然后稍微的讨论一下 然后大家回头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 网页版 网页版打不开 网页版打不开 我是不知道这个链接 是因为链接的原因 还是因为墙的原因 好 那大家这个就是感觉上面的话 感觉上面的话这个图 能打多少分 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个 哪些地方是比较好的 哪些地方是不太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用了哪些 就是图形 用了哪些图形的样式 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过的图表的类型 比如它这里用到了bar chart 对吧 而且用到了两个bar chart 这两个bar chart 大家觉得用的好不好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些叫fun facts 认识 用的好不好